大雨寒冬 让您舒适又健康 幸福台湾机能衣 从沙到成衣 全程台湾制 通过全球最高环保认证 坚持衣的安全 编织无毒 环保 健康的幸福 把幸福穿在身上 宏远幸福台湾Ever Smile I can read it out I can read it out 喜欢我喜欢 I can hear it out I can read it out I can read it out 赵少康时间 吃喝玩乐骂 和我一起快溢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价呢 又跌了一点哈 台北股市现在跌十六点 天气的今天好像比较有阳光哈 天气 主要城市气温 台北 高雄 台东都长快 二十七度 二十六度也很多哈 台中 台南 宜兰 花莲 澎湖去门 哇 今天台湾各地大概不是二十六就是二十七二十六度比较多 那现在比较低的是马祖二十一度 高温今天也都蛮热的 这个西部呢 大概都是三十二三十一度 不是三十二就是三十一度 最高 东部呢 就是从宜兰往花莲往台东 二八二十三十 外岛最高二十九度 降影几率都不高 在西半部呢 大概都是 最多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降影几率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四十 花莲三十 台东二十 来分比的哈 外岛是零到三十哈 沿海地区可能有长浪要注意哈 那中国迹象稿是说 白天是秋老虎 日夜温差大 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 所以天气恢复到稳定的状态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的马祖 呃 盆湖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 没有马祖哈 大多是多云道勤 那只有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雨了哈 另外空气品质啊 中部地区PSI不良 其他地区PSI PSI是良好到普通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空气污染我们讲PSI 就以前我们谈空气只有一个PSI了啊 超过一百是不好啊 低于一百是可以了哈 那他的指导污染是臭氧 后来呢 才又出现了一个PM2.5指标 细险幅为例哈 中部及高频地区PM2.5指标是中到高等级 其他地区PM2.5指标是低到中等级 中部及高频呢 比较不好啦 意思是这样哈 台湾口市 现在有什么跌幅加剧啊 先 中文新闻稿 10月的WPI跌8.47个百分点 连续14个月下跌啊 数据总数 今天公布的10月 盾售物价指数WPI 比9月跌了0.89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月跌了8.47个百分点啊 那跌8.47是跌满多的哈 WPI年增率呈连续14个月下跌啊 盾售物价就是能批发大大批的哈 为什么会这样哈 因为也就是说今年的10月比去年的10月跌8.47个百分点 跌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 国产内销物价一年来跌了10.58个百分点 就是跟去年同期了哈 呃 年来 对不起啊 年跌 年度跌了10.58个百分点 主要因为化学材料油价跌了 石油及煤制品跟金 跟基本金属这些价格都下跌 而且呢 店价一新版公司4月及10月也调降哈 那么进口物价以新台币计价跌11.65% 进口物价也跌的意思是台币升值吗 以美元计价跌17.32%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矿产品化学有关工业产品 以及基本金属及其制品报价下跌哈 所以出口以新台币计价跌3.9% 以美元计价跌10.13% 所以呢 机器电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器这些设备呢 有关工业产品报价下跌 反正这种大批的货啊 这个金属啦哦这个电子产品的呢 它其实价格是下跌的 所以呢 10月因为现在才到刚到10月 刚统计到10月10月WPI 在顿售物价指数呢 跌了8.47个百分点哈 跟去年同 同期 同月来比的哈 所以跌蛮多的哈 不过呢10月的CPI涨0.31个百分点哦 也是新政策主席总区公布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CPI 比去年同月涨0.31个百分点 奇怪哦 顿售物价跌但是呢 消费指数涨为什么计算东西不同 顿售物价我们刚听了什么煤产品啊 食产品啊 电费啊 金属产品啊 这些东西 那CPI呢就是消费者物价值 消费者的物价值 不是工厂的大量的生产的东西啊 今年10月的CPI比去年同月涨了0.31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什么 蔬菜 水果 水产品 鱼啊这些东西哦 肉类 比去年同月高 本本月的蔬菜涨两成五 水果涨一成三 两个水果跟蔬菜合计就 让总指数上涨1.04个百分点哈 不过油油料费跌23%了哈 所以拉低总指数0.79个百分点 问题是 油料费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用到 不是每个人都骑摩托车开机车 不一定哈 有人说公共运输你就感觉不到哈 所以呢抵消 只能抵消部分的涨幅了哈 所以扣除蔬菜及能源或者核心物价涨0.7% 啊 所以也都 看起来都涨啊 也就是蔬菜水果涨比较多啊 如果你扣掉蔬菜水果呢 那就涨核心物价涨0.7% 不过呢 经济情况还是不好啊 你台中管 我刚拿到情况啊 台经院 台湾经济研究院估计今年经济成长率只有0.83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保一保不了哈 台经院 大坎今年全年经济成长预估到0.83个百分点 比7月预估值下修2.28个百分点 是主要智库里面最悲观的 陷入好几个智库啊 什么中研院也在估啦 台经也在估啦 中经院啦 保华啦 有不同的这个原道保华 有不同的机构在估啊 做经济的预测啊 台经院今天举办2016台湾总体经济预测记者会啊 说说到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延至2016年第一季以后才会有明朗的走势呢 所以台湾2015年第四季不容易有明显成长就全世界第四季也都没好了 那预估今年全年国内生产盘为GDP啊 年增率是0.83个百分点哦 台经院对2015年经济成长率最新预估不仅比7月预估 7月还有3.1% 7 8 9 10 11 也不过就是 这个 三 四个月哈 从7月到11月哈 就差这么多哈 从3.11哈下修了2.28个百分点哈 中华经济研究院是说有0.9% 那现在呢台湾经济研究院说0.83%啊 但是这两个中华经济研究院跟台湾经济研究院都认为保一保不住 一都保不住 所以我们当就笑那个中国大陆说他七保不住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好不好哪里去哦 有点难凶难低的感觉哈 呃 呃 汇中首度公布2016经济成长预估是1.84啊 呃明年了 所以明年会1.84比今年增加1.01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听听就好了 7月估的到11月就有那么大的变动 如果你要估明年的我的天哪 你怎么能够得准呢 所以呢 持估久不准哈 台股现在跌20点4点哈 中华新闻稿马席会 为了马席会马英九10点要举行国际记者会说明哈 呃 马英九10点在总统府举行国际记者会 向全体国民报告哈 他也很怪 国际记者会是向全体国民报告 那国际记者会不是跟国际 让记者发问嘛哈 不过也应该报告哈 因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大的震动 全世界都在关切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天也 发表了他的看法 蔡英党一直骂哈 那这个时候呢 你总统 跟 国人做一个说明做个解释 同时对国际媒体呢 这个让人家提问哈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哈 总统府说马英九此行目的在于 巩固两岸和平 维持台海现状 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不签协议 不发表声明哈 呃 根据规划马英九七号一早搭专机 中午飞到新加坡 然后呢 下午在香格里 要犯天跟习近平见面 他们先开放 给 十分钟给媒体拍照 然后呢 闭门会谈一个小时啊 不过这个一个小时我认为是有弹性的啊 会后各自举行记者会 不同时同步举行 不是联合举行记者会 各说各话 各去举行记者会哈 你讲你的我想我的啦 就有点像一中各表啊 一个记者会各表 一个会面各表 各说各话哈 不过当然 他们也会注意对方到底讲什么 如果对方没讲 那记者会明明讲的说 哦他已经答应我做这个 说我 我吗 有吗 那时候就会有 有澄清啊 不过理论上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啊 那么 呃 共进晚餐 那晚餐是谁请 啊 说是各付各的 这很好笑啊 至于现在 现在年轻的男女朋友 和男女同学吃饭 你付你到我付的 英文就是go Dutch 荷兰人啊 Dutch是荷兰 就可见荷兰人很小气啊 男生也不请女生啊 大家各付各的 不过也好 没有什么负担啊 然后 不过当然也有人讲说 那不是应该李显龙请客吗 李显龙中午请啊 晚上还请吗 不知道啊 晚餐后呢 马总统将搭专机反弹 不过各付各的时候有点好笑 你不觉得吗 这种国 这种这个 这种都是国家级的啊 这种领导人啊 然后吃完饭 然后说 哎你几个人呢 你七个 我几个我也七个 吃饭啊 然后大家 各付各的钱 马英九 谁陪他去啊 他们说 孤立到省级平衡 但这个没有省级平衡 说三个外省人 三个本省 一个客家人 客家人会给你抗议 说为什么我只有一个 所以 讲这个省级平衡 有时候太刻意 也 你说 不重要吗 他重要 他是重要 比如政府 政府里面如果你说都是某一种人 人家会有有有有有 有不平之民啊 但你是很刻意说 我一定要某某种人占多少 某种人占多少 有一点太刻意啊 因为台湾的人口分布大概这样啊 闽南级大概占百分之八十了 哦 然后外省级大概十了 客家级大概十了 哦 那你会觉得 很奇怪吗 那外省人奇怪了 当年台湾六百万人的时候 外省人来了两百万了 两百万 加上六百万是八百万四分之一 就二十五趴 那怎么现在只剩下十趴十一趴呢 为什么剩这么少呢 当然有几个理由啊 第一个理由就是蒋介石那个呢 不准老兵 那时候不是老兵 不能小兵结婚 要反过大陆啊 小兵不能结婚 所以呢 军官可以啊 兵不行 要层层抱和 所以很多当时的小兵 十七八岁 现在都垂垂老义啊 现在都是八九十岁啊 他就没有家 哦 没有办法结婚 那不不准他结婚 两个理由了 一个是要回回大陆 一个是 那个时候也大概发生一些 这个谈恋爱啊 不顺啊 军人啊 这个自杀的 或者杀人的等等 很多这些事情 纪律的问题就算了 所以他说不顺 啊 那另外就是有些 哦可能 就出国了 早年很多 就出国留学等就不回来 所以反正哈 就是原来的外省集中二十五趴 就变成十趴十一趴 是少非常多 要不然就是不生啊 要不然就是生很少 要不然就是根本没结婚了 所以少很多 客家人大概都维持在十十二趴左右 哦 大概是这样子啊 所以闽南人其实还真的将来百分之八十 哦 这比率是蛮高的啊 所以呢 你现在说 外省三个 七个人里面啊 外省三个 本省三个 客家人一个哈 客家人可能会讲说啊 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哈 所以这样去细算呢 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哈 那 好 那么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 马上就十点 开记者会哈 我们等等看看要讲些什么 我们续续续回来 小米你这次又在做什么 我在打勾勾啊 一个人打勾勾是哪招啦 妈妈说 这可是好物市集的省钱大招呢 打勾勾服高兴 任选五种商品 只要交代99人 Mr.Pure龙眼花蜜 吉原果凤梨巴勒干 阳光升级红茶和乌龙拿铁 黑金毫米组 以及净水糖兰花面膜 快上好物市集打勾勾 五个线 现在要抢购升线哦 看远 无限宽广 看尽舒适兴 法国E-Less 渐进多焦点镜片 专来体验价 只要3800元起 在小分析零利率 与一个月艳配满意保证哦 得恩堂眼镜 亲爱的 我们这次要去哪里追星呢 这次不追大明星 我们追满天的繁星 一起跟着品贯旅游到帛琉 独家星象岛之旅 在夜空下钓鱼 满天星星帮你点灯 还有夜晚素吸 夜访螃蟹 一探全球唯一的无毒水母湖 请上网搜寻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 品贯旅游 黑豆仓健康酱料订购专线 0800253399 爱炫耀 你猜 每一天磨损了多少次膝盖 膝盖称积每一天生活的重量 别忘了对它好一点 肤质艾兮足 不止小腿 脚底 重新翻转式按摩 温柔和护女疲劳的膝盖 肤质艾兮足 0800816988 以上是今天的爱情啊 我是赵少康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特别故事现在叠十九点哈 英国现在停止哈 到这个埃及夏姆席克的航班 那上次不是俄国航空公司 是200多个人这个飞机哈 那这个夏姆席克呢是 埃及的热门度假景点啊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说 因为上次这个 爆炸嘛 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哈 所以英国呢 他们现在就要派员 去了解当地的安检的状况 英国要派人啊 虽然上次不是英航的飞机啊 不是英国飞机 但是要派人去看 到底怎样哈 现在越来越多情报说 可能是因为爆裂物坠毁 那现在是说有可能这个IS啊 那么在飞机里面撞爆裂物 不是从下面打的 从下面打的 他们讲你那个 看那个热线热点啊 会有很多 或是连续飞乱打上去 那个热会连续 他们就一个点 热点 就表示是定点爆炸啊 而且很多那个飞机的那个蒙皮啊 皮子向外翻的 就可能从里面往外 你知道哈 所以以前我们看这个IS 在路上打人的 地面上打人 现在居然呢 还能够想办法 混到那个飞机里面去 装这些 这些爆裂物啊 就增加了这个国际恐怖 以及旅游的风险啊 所以这是 这是蛮重要的啊 因为目前有两万个英国人在夏姆西克度假 所以看起来英国人蛮选这个地方的啊 那 现在 现在 英国已经决定啊 飞机都不飞了啊 等等啊 那这两万人怎么办啊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说 这个印尼的火山爆发 三个机场关闭 今天火山爆发关闭就关闭嘛 跟台湾什么关系 巴厘岛的机场关闭了 巴厘啊 所以很多的旅客现在飞机场很惨 飞机走不动啊 不能开了 因为火山灰太重了 能监督不好啊等等啊 所以呢 就在那个机场里面睡觉了 那个 我去过巴厘你知道 那个机场不是很大的啊 所以机场都封闭了啊 你就知道这个情况 旅行有时候经常你会想不到的啊 可能有一个 特殊的状况就影响到 整个的行程啊 罗马尼亚总理中 中管新闻搞辞职了 哇一个总理辞职大事 因为这个总理呢 被认为是贪污正在调查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上个礼拜五一个夜店失火啊 死了32个人 我印象啊 将近200人受伤 这什么样一个大的夜店 夜店总纳了三四百个人啊 里面不是死的死 就是伤的伤啊 所以呢现在呢 罗马尼亚总理为这个事 辞职啊 还有上万民众在街头 持续在抗议要求提前大选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 我在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 我是赵少康 我喜欢在广播上 吃喝玩乐 骂和笑 我在I like radio 我是剑耶 凯少把威瑜变科技了 水动能感应龙头 不用插电 一伸手 水就来 厉害 凯少预洗数位马桶 没有水箱零件 不用维修 真厉害哦 还有洗脸盆 一起烧刺 没有切缝 没卡垃圾 凯少科技威瑜 真厉害 RELAX IN YOUR ECOSYSER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产品 11月5日到8日 请到高雄展览馆 北馆A2303 摊位参观哦 以上是今天的爱情哦 世界太快 脚步太慢 快不过欲望 慢不过懒散 在学校的那几年 你修了另外学分 我忙着打工玩 兴趣 就没认真找 这么一天天的 现在好想多学 却进不下来 你说 学无止境 我决心 不再跟无奈哀怨虚好 中广学院 热情 游异 学习 老公 我想吃这个 还有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干嘛 那么小气 不让你家买 不是啦 购买食品之前 一定要注意包装上的品名 重量 添加物 厂商名称 电话号码 以及地址 还有原产地 有效日期营养标示等资讯 看清楚了才买 食品标示仔细看 安心选购 没烦恼 以上广告 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天气越来越冷 好想去日本泡汤吃美食哦 那就去华航 诺富特饭店啦 食企推出日本温泉美食计 不用跑去日本 就可以吃遍日本 用清酒蒸的北海道螃蟹 很从没尝过的油马山椒牛筋夹 现场还有炫作的焦鱼烧和生鱼片哦 美味 好丰盛 马上就来定 定位专线03-398-0988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说两岸领导人会面可以走向制度化啊 马席会呢 四步一坚持啊 什么四步呢 不设政治谈判 不过他们本身界面就是一个政治啊 不签设 不签署任何的协议 不签协议 不发表共同声明 不会有私下的承诺啊 不过有没有私下承诺 什么叫承诺 这个比较难定义啊 不过 因为他为什么要讲 昨天出来只有两个啊 就是不签署协议 不发表共同声明 但是民进党就一直骂嘛 说你们私下会不会有什么承诺啊 所以现在告诉你 我不会有私下承诺 就说虽然我没有共同声明 也没有任何协议 我也不会私下承诺 那坚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啊 所以马就一直强调 我们是要去维持台海的和平啊 真的哈 好 那么 一直说 两个人见面叫做水到取成 时间到了哈 什么叫水到取成 就是说呢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啊 然后呢 呃 经过这么多人的会面啊 包括 路委会 我们的路委会主委 跟他们郭台湾主任都见面了啊 大家知道哈 这个两岸的机构分两种啊 一种叫做官方的机构哈 就是我们就是属于行政院 大陆委员会 老共就是国务院国台办 都是部长级的地位啊 那另外呢就是白手套 他们叫海协会 我们叫海基会 那这个东西刚刚讲起来过程又 又长了哈 那这个点子谁出的呢 是我 最早的时候呢 两岸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搞了一个行政院下面搞了一个大陆工作小组 由行政院副院长施起来做召集人 马英九叫执行秘书 啊 那时候我就建议我说哦 应该有一个 仿造我的idea完全从AIT来的 台湾在美国一个叫北美事务协会 美国在台湾有一个AIT 彼此呢都是没有就是说 具有官方性质的非官方组织了 这样说好了 白手套 他们现在讲白手套了 那当时这个从李登辉 甚至到马英九都反对 哦 都说不需要 马英九还奉贤命跟我协商 说我们不需要这个 我说为什么不需要 他说哈 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工具小组处理 这个处理道路事务都处理得很好啊 哦 那而且道路事务 这个相关的部会那么多啊 你可能牵涉到交通部啊 你可能牵涉到经济部啊 你牵涉到国防部啊 你牵涉到这个部啊 牵涉到那个部啊 所以你 与其有单一个部会呢 还不如哈 我们这种来协商比较好 我说你讲个什么什么 废话啊 我当时很重的骂马英九 我说照你这样讲啊 你所有部会都可以取消了嘛 就行政院都搞成小组算了嘛 哪个部跟其他部会没有关系 他们就是完全啊 就是听李登辉的 就是李登辉就不要嘛 后来那个立法院的书记长啊 国民党书记长林栋 就为了这个召开一个协调会议 在来来饭店 那时候还有香园啊 来来饭店香园二楼 很好的一个餐厅 李登辉的字 李登辉字蛮秀气的啊 绝对不可设立大陆专者机构 李登辉给我看 我说去你了 我说不你这一套 我拿听你这些啊 我民选出来我听你 有什么什么李登辉的 最后 最后就还是 就我自己提个法案啊 以前也没有 连法什么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两岸什么之间法没有了 那时候我请了一些学者啊 等等法律律师等等 我们拟了一个法案提出来 B行政令 或在行政令只好提个对案 才有后来的海机会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 然后以后才会有陆委会 所以基本上 你现在回头看 谁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现在看来是马英九 马英九是到新加坡 朱六郎能不能受益不知道 现在看不出来 国民党立委会不会受益 看不出来 但马英九是受益的 你光从这个这个 但台湾受不受益 理论上应该也是好的 我认为了啊 那 因为两岸总是要 你总不能 这些领导人老死不相往来嘛 所以 基本上马英九马熙会 容易是个好的了 那 这个时机到底好不好 那就人之互接 马英九本来也不想这个时机了 马英九本来想的是去年APEC 那问题是你有你的想法 道路有道路的想法嘛 道路就不愿意 不愿意这个恒生枝解了 对他来讲 他好不能做的东道主 习近平要展现他大国的威力啊 提出很多的主张等等 你这是跑去 那重点不就是你了吗 重点 那他什么一带一路啊 其他的东西就不是重点了 另外就是 你说你 你说那个不是国际场合 他那是个国际场合 所以我昨天不讲嘛 说这个 他们说 我们今年还提出来 说呢 今年的APEC在在菲律宾举办 说干脆呢 马英九跟习近平在菲律宾见面好了 嗯 北京都不跟你见面 还在菲律宾跟你见面吗 怎么可能呢 而且菲律宾现在跟老公关系非常不好 为了南海问题啊 菲律宾跟跟北京啊 非常紧张 那菲律宾一个一个区区小国 怎么胆感这么大呢 后面是美国 对 因为菲律宾没有关系非常密切的 你不要把麦克尔森那个时候说 I shall return Return哪里 就Return到菲律宾去啊 哦 所以呢 美国跟菲律宾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 菲律宾等于被两个国家影响 这个重大影响 一个是西班牙嘛 一个是美国 哦 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好都没学到啊 西班牙啊 他就学他的懒 哦 所以呢 西班牙人 哪天午觉睡很长啊 美食美酒美女哦 哦 那这是菲律宾都学到 但是西班牙人那种航海 那种冒险的精神的呢 我觉得菲律宾并没学到 然后呢 后来美国又统治他哦 所以呢 嗯 美国的一些坏习惯他也有 但是呢 人类的刻苦奋斗奴力啊 他也没学到啊 反正你到菲律宾就知道 人很好很可爱 很乐观很快乐啊 但是整个国家就是 就是随便混啊 就是这样啊 呃 飞机长污点 车子长抛锚 这个人跟人讲话不算数啊 这话很会说 哇哇哇哇一套一套讲的 不管啊 所以菲律宾人支持 菲律宾之所以现在每天 跟老共在那边呛响 因为后面有美国了 哦 美国是捅他支持他的这样 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 要到菲律宾 去马习惠尔 现在还传出来到习近平去不去都还不一定 就习近平去不去菲律宾 现在都有两种讲法 今天的媒体一种说习近平不去 一种是要去啊 好 那么所以去敲定新加坡啊 新加坡很特别 新加坡的华人呢 占多少 76% 这华人的比例真的很高 哦 那 当然了 最近几年开放新的移民啊什么 我讲他的纯粹的真的是新加坡人啊 华人的比例非常高的 那跟两岸关系一向也都还不错 是新加坡啊 所以呢老共也觉得可以啊 那我们也觉得可以啊 所以就我想对马英九来讲 除了去年的北京的APEC 呃 就说如果不是因为APEC在那边看 马英九也不敢了 朝北京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朝北京去什么意思啊 所以呢对马英九来讲 新加坡至少是他的第二选择了 可以这样说了 次加选择了 很多事情就是所谓这个 水稻取成一拍即合了 对习近平来讲他也想见马英九 为什么 虽然习近平任期还很长 马英九任期要结束 但你这次不见上马英九一面哦 下一次就遥遥无几了 你要见谁啊 蔡英文如果当选 跟你见面吗 我看很困难吧 哦 蔡英文本身 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他成不成能久而共事 一方面是绿营的 他的坚定知识的都非常强烈 那这时候你蔡英文 怎么见 哦 至少不是短期能够见的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他有急迫感 对马英九来讲 更有急迫感 任期马上到了 你去细数马英九的任内的政绩 大概最大的政绩就是两岸 两岸的执行啊 哦 两岸的突破 签签署了不少的这个协议啦 哦什么福茂啦 货茂啦 EGFA等等这些东西 以后你回头看历史 马英九的这些的这个记录 是不会被磨灭的 他一定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他也只剩下这个 另外就外交 什么外交也没什么 只是没有什么断交 没有尖交 反正就是 就是那样啊 那两岸之间是有突破的 那另外呢就是 建立制度了 马英九念字再次有几个 一个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 到现在还设不成 因为一旦设成办事处以后 他彼此 民进党很难把它取消嘛 马英九现在想的一定是说 我建立一个制度化 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就算是你民进党执政 你也非得照我这个制度走 这是他想的 哦 那两岸领导人见面也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呢 虽然骂 但是说实在也没有很强烈的骂 反而是那种什么 时代力量啊 台联啊表现比较激烈 因为民进党很清楚了 马英九今天做的事啊 以后民进党都可以做 民进党可以说 不是我创的 是当时就留下来的 我承认 我概括承受 我承认这个现状 就是现状 所以对 马英九见过习近平以后 如果蔡英文要见习近平 就很自然啊 这你不是第一个了 当然第一个有好处 第一个人家说 石破天惊 第一炮 对不对 坏处呢就是呢 你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好那对马英九来讲他无所谓 你说他民调低音 你说他搏脚 你怎么骂他 so what 我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人家要结束 我管你们这么多 对马英九来不管你们了 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了 我是总统 我什么不能做 我就做了 好那 所以我就讲这件事情 对马英九好不好 对马英九是好的 甚至有机会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机会 不是一定 这还要看 那年出了什么大事了 哪些事情是比较的 有机会得 海峡两岸六十六年 从打仗 对不对 到现在领导人见面 那当然是很大的突破 否则世界各全球媒体怎么会这么关切 否则今天马英九开什么国际记者会 哪个记者来呢 所以这个是个大事 那你说对选举好还是不好 很真的难讲 我认为他们现在祸开了 也不管选举了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管这么多 也管不到 那死去是好是坏 对蓝英的人来讲也觉得是好事 对绿营的人来讲觉得是坏事 就绿营从头到尾就怀疑呢 你会卖台 所以你一个眉来眼去 你一个握手 你一个 反正他都认为你是卖台 他就认为你是卖台嘛 好 这个没办法事情 我就认为你是啊 你怎么讲也没用 那对于中间的选民 又分几种吧 重视经济的 经济选民也许觉得说 对台湾经济会比较好 但是年轻选民 什么太阳花那样的 这个年轻选民 可能更加强他们的 这个要支持绿营的这样的 的 的意愿 所以加加减减啊 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要看马英九 另外就要看马英九的表现了 像美国讲 美国讲我们审慎乐观 最后要看结果是怎样 就你马英九的表现是怎样 马英九的风度啊 仪表啊 风采是不错的 只是这几年呢 搞得老了 皱纹多了 然后呢 心情沉重 笑起来呢 不像以前那样阳光灿烂 如果此去他再能够恢复 他以往的风采 在国际场合 大家都在看 全是在看啊 你这个总统长得体不体面啊 样子撑不撑头啊 应不应俊啊 哦 心迷不迷人呢 是很重要的啊 国际媒体都在看了啊 所以如果 这个马英九表现出来 不错的啊 那个样子不错啊 至少台湾人觉得说 嗯还有面子嘛 搞一个看起来 貌不是人均啊等等 至少有面子 然后如果再能够 不亢不卑 把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想法 坦坦白白 诚诚恳恳告诉习近平 尤其我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新加坡是一个萌芽地 马英九要告诉习近平 你们不能只谈一中回避各表 因为习近平前日讲 两岸一中就回避了各表 台湾人民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英九必须要把这个话讲清楚 你习近平高兴听也好 不高兴听也好 这都必须要讲清楚 这样的话此去至少马英九 坦坦荡荡 那台湾人民对他呢 也会觉得说 嗯他不错 如果你去只是拍马屁 只是朝贡 只是被摸头 该讲话都不敢讲 惨了 那你是回来喔 口水都把你淹没了 这蛮有自己要想清楚的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 狂野和细腻 热情和浪漫艰巨的国度 西班牙 格拉纳达摩尔文化遗迹 诉说历史兴亡 巴塞隆纳高地建筑 毕卡索绘画 挑逗魔幻视觉 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 西班牙十二天 完整涵盖历史文化 深度艺术导览 创造您一身回忆 请唱02-2719-5111 I think 爱唱擂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走 开唱啦 陈学伟 主乐 让我为你坚强 让我替你流伤 感愿陪上所有爱者 苏伯迅 深深 独自深深 拒绝我一心疯忍 噢你曾在 丁叶 深蓝色 就让我慢慢走入海中 让海水侵蚀着 海打着 郭品言 思念是一种毒药 是一种毒药 没你别无可救药 纷纷渺渺渺 心里煎熬 心痛却装 微笑 黄亭瑞 凭什么 那声歌的爱 顿时眼笑云散 你凭什么说走就走 一切承诺到底算什么 妈妈 中广爱尽爱唱擂台 第一季歌唱大赛 10月26到11月9号 晚上10点 请锁定中广音乐网首播 或上爱尽官网 抢先听歌 投票加分 一起当评审 我是赵浩康 回你回到赵浩康神的现场特别故事 现在只下跌4.85点了 刚刚传来的消息呢 总统府现在已经被外媒挤爆了 就表示这个国际媒体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了 人很多 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如果说 今天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 我在想 朱立伦跟 蔡英文的民调是很接近的 满很久 要不要去新加坡会习近平 我看还要仔细斟酌 可是因为现在差蛮远 人有的是越在这个时候 就祸开了 反正 什么影响玄情 不影响玄情 反正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台湾人民 既然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也没话讲 尊重 可是 在历史上 我要做我认为是对的事情 也许现在民意不见得支持 或是某些民意不见得支持 可是如果会 那个民调怎么做我不知道 如果会民调做 做是八成人支持 有这么高人支持吗 尊严啊 什么一堆加在前面 当然 全民意 哦这个那些民进党骂你 就是你没有公开啊 你这个过程是秘密的啊 等等等等 这过程很难公开嘛 过程怎么公开 我要跟你见面 私下一定有一些酝酿嘛 哦 张志军现在说是 他跟这个夏立言 这个在在珠江的时候呢 夜游的时候商量 我都有点怀疑了 因为实际上呢 他这个谈了很久了 谈了两三年了 中间一直不断的有人在穿梭在谈啊 那这中间一定是谈得成谈不成 谁也不知道 一点小时都可能谈不成 所以说你这个不能公开吗 尼克森当年到大陆跟毛泽东见面 事先谁公开 连中间都都跟你讲说他肚子痛啊 然后呢 突然躲起来了啊 然后居然跑到北京去 一公开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过程那个 事后可以跟你讲为什么 但是 当时总不能怎么讲啊 当时很难讲 可是你现在到了新加坡 你整个的程序必须要公开 可是他没有讲 那你不是一个小时闭门会议吗 哪有公开 问题是这一小时总不能记者在那边 排那是谈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个公开与不公开 这个有时候看怎么捏啊 不过 我在想啊 他到底不是马英九跟习近平 两个人单独关起来来谈 马英九不是有七个人吗 你今天这种东西是有历史记录的 你私下如果做什么承诺 你说马英九出来跟他们六个人讲说 哎我们都不能讲啊 你就有这个可能吗 老公里面有七个人呢 加起来十四十四个人 可能还有记录啊 中间可能还有记录啊 什么一堆这些 你说这些过程当中 我蛮久承诺了你什么啊 偷偷承诺你 然后外皮他们不知道 消息不会传出来 我这什么时代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不必要了 他私下做什么承诺 他又能私下做什么承诺 所以哎 什么那个福茂什么都已经公开谈那么多次了 都被你推翻成这样 他私下能做什么承诺呢 能做什么呢 我这个已经不是那个什么秘密外交私下承诺 实在已经不是 我觉得这点还好的 只是找查故意要骂了 他们两个见面其实就是一个意义啦 都不用真的不用讲太多 两个见面 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意义 然后马英九 最后我刚讲的 认真的说 你们天天 或是我们双方天天讲九二共识 对不对 九二共 九二共是什么 就是一中各表 那一中各表 就是一中 一个中国原则各自表述 双方都必须要接受 一中各表 你们重视一中 我们重视各表 彼此尊重对方的立场 不要把对方搞你死我活 下不了台活不下去 就这样子 马英九就要把这个讲清楚 那习近平呢 最好也表示同意 尊重 很圆满 这会面就很圆满 这就是所谓的深化九二共识 否则的话 蔡英文一上来 他不跟你搞九二共识 他跟你搞个别的了 又麻烦 所以什么叫九二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那各表 是台湾很重视的 你老公必须要尊重 就是这样 休息一下 HCG 得可 别只在意 自来水管 是不是牵管 更要知道水龙头 要真的无牵 而不是洗牵 水龙头 千荣出量过高 将危害健康 合成无亲龙头符合美国NSF61及CNS8088标准 0800-823-823 HCG合成 好物封杀 唯我独驾 好物封杀驾 秋天爱赖闯 老板被民被纠缠 除非有门了 好物市集 十月封处箱 午后超幌神 嘴巴动一动 爱玲珑坊综合健康果仁 风沙七一折 多种果仁多种营养 好吃不咸多 活力不啰嗦 下班煮饭有点累 上眼物产 蒲烧钓鱼 风沙六一折 真风包装 轻松加热 肥美鲜嫩 蒲烧钓鱼 立即上桌 询问专线 022-2500-5563 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又美又快哦 阿里山宾馆 102岁中元庆 有现代奖公营兵 阿里山季营兵茶 珍藏百年火车头 及百花照片展 十一月底前 三天两夜豪华商人房 只要一万零两百元 加10 晚餐买一送一 再送块木礼品 快拨05267-9811 上次今天的 阿里山洋 中国年选 新鲜推荐 台中摩天嶺富有甜式 日本品种接种而成 果肉香甜多汁 口感清脆 风味特佳 每盒八到十颗桩 常仙价一千两百五十元起 订购专线 02-2518-0855 或上好物市集购买 九一九一九一 我爱九一 二十一 九一汽着安全座椅 一一二十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 齐哥 爱来爱来爱来 喜欢我喜欢 爱来爱来 吃喝玩乐 爱来爱来 不是乱想 爱来 103 来 radio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台北口是现在叠 7点73点了 中美新闻稿说 日本媒体啊 主流媒体呢 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很重视日本人很紧张的 啊 那 日本经济新闻说呢 马锡会是中国发路 希望拉拢台湾 牵制美国 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呢 台湾现在突然大家想拉了 美国日本也想拉台湾 为什么呢 制衡劳工 劳工这时候也想拉台湾 干嘛呢 怕台湾被美国日本拉过去 所以 劳工搞个RCEP 美国搞个TPP 然后美日现在军事同盟 所以台湾夹在这两大集团之间 要怎么处理啊 其实是蛮重要的 你可以从蔡英文之子到美国去 美国对他不错啊 为什么 要拉他嘛 知道他快当选 干嘛跟他作对 而且以后把台湾拉进来 那习近平这次 其实算是 做了蛮大的妥协 他愿意彼此互成仙生 很多人不相信的 说哇 他这 他这 怎么可能 所以这点对他来讲 其实就算是 让步妥协 彼此都不用称 本来我在想说 他会被 叫马云九 这个称马云九 叫台湾领导人 他自己 叫做国家主席 这就不好 你叫国家主席 那马云九叫领导人 那如果双方互称领导人 就还可以 那要互称先生 那更好 那当然民进兰讲说 你就是总统 你不是先生 一个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称呼 蒋介石以前 要尊敬他 不叫他讲委员长 叫他讲先生 甚至很多女士 很多女人 有学问的 有道德的 也被称先生 所以台湾很多教授 女教授 尤其那种文学人 都称先生的 不称女士的 那个先生 你不要以为这个先生是好像是 为什么不叫你董事长 或者不叫你总统 不叫称先生 先生可以 像一般的先生 也可以是德高望重 或是可以是 让他尊敬的称你一个先生 所以这个 反正就彼此互称先生了 至少在这边就不要再 再扯来扯去 那当然也可以讲说 为什么他不就称主席跟总统呢 那就问题还在这里 他就不要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又变成一个根本 这是台湾人民的痛 但是呢 至少 他也没有说要你称他国家主席 老美也称他president 英文这国家主席 其实是president 也是总统的意思 所以他也没叫你称他为国家主席 或总统 所以大家彼此就算了 都叫做先生 Mr.Mr.Mr. 好 所以这点对老共来讲 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让步 那就说情势逼到这个地步 很多时候是逼出来 你逼到这个地步 蔡英文现在很可能来到去 老共当然急不急急啊 他也很怕 陈水本执政的八年 两岸关系非常不好 李登辉的末期 两岸关系也很不好 好不容易 蛮久 把两岸关系都还不错 那民进党上来 有没有可能回于一旦 蔡英文现在讲说不会啊 但是一旦上来会做什么 谁知道呢 现在都是选举语言 那你是老共 你能够完全相信蔡英文的话吗 你都没有疑虑吗 怎么可能呢 所以基本上 这个 老共当然是紧张的 所以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也愿意跟马云九见面 那现在也当然有人讲 这好像是红色力量 要直接跟绿色力量对干 蓝色就干脆撇到一边去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 也有可能 老共现在看起来 自己来也没错 很多时候他想自己来 比如说卡式台胞 自己发了 上海市政府就宣布 台湾同胞享有准上海市民的地位 港澳都没有 他就自己发表了 也有可能他将来自己干 看起来就我自己动手 自己来 也有可能 那就是他基本上 马云九 他跟习近平见面 两边的这个领导人见面 就不是一个什么 一起的事情了 以后呢 基本上 就变成一个 有例子了 有先例可循了 其实变成这样 所以我讲为什么民进党 这次没有那么强烈的抵抗 等等 他也知道 你马云九这样 你通通反对 第一个民进党 他也怕 一直反对 就反对 可是你民党搞半天 就是逢中必反 他也不太愿意 因为他觉得